今年的韓國月潭 新女團個個都是來勢兇兇 每次出征集都在突破紀錄 讓網友都直呼 今年的女團新人獎真的是競爭太激烈 還有人開出預測票選最被網友們看好的 果然是在去年底出道的iB 最近回歸三次都超成功 因緣成績高居不下 甚至有可能拿下年榜第一 雖然大約七成的人都選了iB 但也有約兩成網友把票投給了8月剛出道的NewJeans 由傳奇製作人閩西珍一手打造一出道就引發話題 而其他的後補選手像是選手出道的Kapler 唱跳實力強詐的Nmix 以及Hype旗下的Lacela Finn 也都在今年獲得一定的話題度 男團新人獎的部分則是列出了Unite Tempest ATBOTNX 不過相較於女團的競爭 男團的得票率都低得差不多 最多人選擇的選項竟然是最後一項的 真的一團都不認識 有網友直言今年男女新人團的成績實在是差太多 要不要乾脆合併一起搬就好 但也有人認為是因為今年大型公司 都還沒有推出男團的緣故 何況大家都很努力成績也不是一切